我们晚上是住在佩吉 然后早上一大早准备去 Upper Antinople 宁阳谷那边 先到刚才是 Horse Hill Bridge 我们在宁阳谷已经订好了兔尔 订了是11点钟的兔尔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小时时间 所以我们到宁阳谷周围看看 这里的湖边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我们在这边拍了不少照片 湖里面的水非常的清澈 这些岩石都很奇特 大水冲过的痕迹非常明显 湖里面有一些划着Cayaken 很奇怪湖周边都没有什么植物 水边都找不起 找不了任何的植物 都是光秃秃的 你看对面的这个悬 这个不知道是谁堆的很漂亮 这里面有一个人自己在划 这里面有一个人自己在划 这家户的就是 这家户的这家户肉 就正在划 然后在砖宾里面上 热的躺的逮损 这个游户是 之前太美了 我就一直在拍照 忘记摄像了 现在是我们回去 这个 呃 整个这个开用大概有 两三百米的长度 走过去还得要走回来 走过去的时候 导演就会让你慢慢拍照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就会不停地吹你 快走快走 不要再拍了 因为前面一直不断地有人进 如果你是早上八点钟来的话 你就 里面就黑乎乎的看不见 我这一次没有在网上book这个tour 我是直接去现场买的 对 因为我在网上订太晚了 我看都没有 而且网上的只有八九十块钱 一百多块钱的那种tour 价格也比较贵 所以我就想说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现在是淡季 我来的时候都有 我一大早大概九点都过来 对 他说十点钟那也有有 十一点钟那也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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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